看过熊组吗 看过 你喜欢里边的哪个人物 小时候喜欢李逵 长大了喜欢武松 那现在呢 现在 喜欢潘金莲 还有什么 我昨晚做了个梦 梦见我自杀了 我好害怕呀 别怕 梦都是反的 你怎么会自杀呢 有可能是他杀 我昨天玩游戏中奖了 中了一百万 真的假的 真的 不过不是现金 是贷金券 贷金券也行啊 你赶紧买东西花了呀 我暂时还花不了 为什么 这是购买波音747的贷金券 还有什么 我和男朋友约会 他老是迟到 这是为什么呢 两种原因 一 睡过了 二 睡过了 大妈你找谁 我就是过来问问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啊 那我就放心了 什么意思啊 我闺女谈了个男朋友 说是你们办公室的 我们办公室还有其他人没回来呢 那不重要 只要不是你就行 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 你吧 乍一看长得很一般 那仔细看呢 仔细一看 还不如乍一看呢 请问 有没有一个人让你一想到就觉得甜甜的 然后又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唉 有啊 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卖汤壶的 我就纳闷了 这屁股不长斑不长痘 这脸天天洗天天擦 还没有屁股管滑 这是为什么呀 可能是脸上缺个裤衩 请问大师 你最希望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度日如年 啊 为什么 吃香的喝辣的 天天像过年一样 度日如年 请问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男女平等吗 不平等 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女人能吃的叫吃货 男人能吃的叫饭桶 女人笨的叫猛猛打 男人笨的叫傻唱 女人进了男厕所叫失误 男人进了女厕所叫变态 女人摸男人一下 顶多算勾引 男人摸女人一下就是流氓 搞不好会被警察抓下来 如果男人因为被女人摸了而较真 旁边就会有人说 得了便宜还卖乖 哎呦 你妈 哈哈哈 哎呦 哎呦